好上次我們畫到這裡嘛 對不對 把標注簡單的做了一下 那這個標注其實有一個很快速的指令 叫QDIM 這個上方你看這是用QDIM都出來的 那他屬於哪一個標注呢 他是屬於100-2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標注設定在100-2就可以 那用QDIM 什麼叫QDIM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想說這一排還是有那個標注的方式對不對 好 那各位看一下 好 那這裡面你可以看到在這邊齁 這一排裡面這個是下面這邊嗎 QDIM的好處就是整個刮了整個標 我做給各位看齁 如果用QDIM來做 好QDIM然後就只要打QDIM 那我選取這些東西就好了 Enter 整個就拉下來了 看到嗎 非常的快 所以你到這邊沒有對不對 對一下這個沒有把它殺掉就好了 這就Delete 對不對 這個就刪掉了 這個就刪掉了 所以可以選擇QDIM完全部一起拉 這個尺寸就OK 你只要畫得夠準 這是給各位看一下 這叫QDIM 了解一下就好了齁 這個文字的標注裡面其實包含了齁 就所有單元 你光看這張圖你就知道了 他先標注的有柱 樑 板 其實正確來講還要標牆 只是牆並沒有標示 他認為只有RC World標示的就OK 好 柱樑板的話 標示的方式 我們簡單講一下 好 就把這些文字標出來 好 那我們看齁 那第一個我們要設定標注 在設定標注之前 要先移到我們的標注層 就是所謂的文字層 那文字層的時候 之後 文字的高度是多大呢 數字英文字 中文字是0.35公分 數字呢0.25 那這張圖是1% 所以0.25x100 就是25的字高 這同學先了解一下 再來檢查一下字型的設定 好 Standard裡面取用ISO 你也可以選擇SIMPLEX 這兩個是等線字裡面比較OK的 好 記得勾選大字體 好 我習慣用ISO也可以啦 這兩個都沒有什麼差異 好 使用大字體勾選 記得寬度係數0.67 設為目前的關閉 好 這個時候 開始做文字輸入 我們叫DT Text也可以 在這裡 這時候請你選擇J 請你選擇M 對哪一點呢 這時候鎖點模式在這裡 它鎖住了 請你按下F3 不要讓它鎖住 這時候你選擇 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字高 記得喔 文字的字高我講過了 剛剛是25 Enter 然後輸一下C1 這個C是大寫 Enter 所以這個標註就完成了 那這個之後 第一個輸完之後 同學要注意的是 第二個怎麼做 繼續輸入嗎 不是 我們用複製的方式 有看到嗎 你看C1 C5 C1 所以我們就用複製的方式 把它全部都標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 那怎麼複製呢 我們選擇一個指令叫做Copy C0 選擇這個文字 Enter 選完以後找一個中心點 我們剛剛F3 關掉了 再按一下F3 就會出現鎖點模式 選這個鎖中心 OK 然後 這一個 這個也是C1 去用複製的方式 當然有九根柱子 你要注意它的方向要放哪裡 好 那複製完這個叫 這個是多少呢 這個是C5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改C5 只要上面雙按 這個時候就可以打C5 Enter 這個就做完了 好 那一樣的道理 全部把柱子複製完 好不好 那這部分我就不做了 各位去做做看 再來是量的複製 量的話我們只要找到它的終點 這個時候我們要按鎖點模式 鎖點模式可以打OS Snap 這時候把終點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 OK 然後我們要一樣要輸入的時候 我們還是找這個 CO 選這個 Enter 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 好 那這個選到這終點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的話編號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編號 這編號叫做FG1 所以一樣的我們從這邊FG1 雙按它 你可以這樣就直接改也可以 這是快 這叫做快顯模式 FG1 你看我改完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不一定要雙按頂下去 用FG1 那這個的設定是在D setting D setting 這個叫做動態輸入 對不起 快速性值 你只要選取的時候 Ctrl Shift P 這邊勾選 他就可以做了 好不好 這地方在這裡 那你如果不要 就可以把它除去 這個我覺得蠻好用的 好 那這個之後呢 開始一樣是複製 一樣的方式 懂不懂 好 那這個一樣抓這個終點 往上複製 很快 知道嗎 一樣的方式而已 那這個在這裡 他字都會對正 然後一樣一個一個去修改他 好 那對著這個圖 FB1 那就改FB1 很快 我是FG怎麼打FB Sorry 那這個字就打G OK 所以看一看 這個就自己去修改 那垂直的部分怎麼辦呢 垂直的部分怎麼辦呢 垂直的部分很簡單 我找一組 我找一組 我先找一組CO 然後Enter 找一組 在這裡的地方 然後呢 我把它旋轉 Rotate 選這一個 給他 基準點在這裡好了 喔 旋轉 這是 -90 欸對不起 90度 好這就90度了 旋轉完之後一樣喔 你看我用斑的就好了 搬這個之後 我給他一個基準點 然後到這個終點 其他一樣用複製的方式 可以嗎 還是用copy 會了嗎 好這個方式我想就是這樣來做 垂直的部分就這樣找 好 就這樣一直複製完把它改完 那這裡就完成了 那再來是板的編號 這個板的編號它有兩組 那教你怎麼放呢 你又發覺到它對角線上面 它剛好放在對角線上面的上下而已 那你只要做好一組 把對角線拉出來 編好對角線放在對角線上就可以了 懂意思吧 所以也是一樣 我舉例來做好了 這個 我畫一條對角線 譬如說 我用Center好了 因為Center不列印 然後呢 L 直線拉一個對角 好 這對角線上面 我在上面放什麼呢 我就兩組文字 那我就 一樣CO 這一組 然後這一組大概是在這裡 然後做到這一點就好了 懂意思嗎 那這個在copy的話 一樣在一組 從這邊 F8按下去就會垂直 在這裡 好 那這樣的話 就直接去修改它的名字 是ES1 FS1 ES1 FS1 這樣會了嗎 好 那這個就是板的編號 其他都以此類推 好不好 那各位去把它邊邊看 好 那後續還有一個最底下 有一個叫做圖名 好 那這個圖名的話 我們怎麼做呢 圖名的話 至高大概是80 我們用MT來編 好 MT 那這時候字型可以選擇 字型的話 你可以選擇 譬如說ST MT 我們選擇一下字型 Stylus 字型我選擇 新細明體 好了 新細明體 那寬度係數還是0.67 這我先是套定 套用 設為目前的 好 關閉 這個時候我要放的時候 請你按一個指令叫做MT 用 我們選擇用MT來做 第一點到第二點 這個時候 你數一下 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 基礎制一層結構平面圖 基礎制一層平面 一層結構平面 冒號在哪裡 找不到嗎 100 這時候大小還有點差異 沒有關係 這個時候請你注意 這邊是60 那這邊的制高把它鎖定下來 讓它mark成80 好 制高0.8 就看到這樣了 有看到嗎 跟原來這樣比較一下 好像我們低了一點 低的話沒有關係 可以移上去 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移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 這個部分我想 名字的部分 大概就文字部分 就這樣輸入 好嗎 好 那我們就這樣抓上去 好不好 好 抓抓看 好 抓抓看 好 就移動一下把移上去 好吧 那各位先做做看 OK